正所謂東大個年 每年冬至是中國人的大節日 也是北半球一年內 日照時間最短的一天 今年適逢冷空氣影響 華北和華中地區持續多日落雪 山西太原市更落得零下15度 是入冬以來最低溫 當地有團體就舉辦餃子宴 邀請區內約40名獨居長者 一起包餃子迎接冬至 冬至這就是老傳統 反正從老人們傳下來就是過冬 這不是有一句話說 冬至不吃餃子就冬牙多了嗎 包好後就齊齊開餐 民間相傳吃過餃子 就連凍傷的耳朵都可以治好 冬至除了吃餃子 還點少得湯圓 不過湯圓就不一定是圓形 在上海有民眾用麵粉和豆沙 將湯圓搓成不同形狀 有公雞、老鼠等多種動物的脆怪樣貌 在福建福州市 有祠堂舉辦傳統的祭祖活動 祈求祖先保佑 封條與順 之後齊齊坐下 吃一頓冬至飯 其實無論什麼形式都好 只要親朋戚友 冬至時最瘦一堂 就吃什麼都一樣那麼開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李康文報導 早 早 早 中文字幕——YK